刘峰计算机博士,互联网进化论作者,10月19日凌晨,在国际学术期开则案上发表的一篇研究论文中,谷歌下属公司DeepMind的报告新版程序AlphaGo Zero从空白状态学起,在无任何人类输入的条件下,它能够迅速自学为奇,并以100比0的战绩击败前辈。 团队称,AlphaGo Zero的水平已经超过之前所有版本的AlphaGo,在对阵层影响韩国旗手李适时那版AlphaGo Zero取得了100比0的压倒性战绩。 DeepMind的团队将关于AlphaGo Zero的相关研究议论文的形式,谈判在了10月18日的《自然》杂志上,10月19日很多AlphaGo的新闻,标题写着不依赖于人类的任何知识或者完全自通。 但实际情况下,AlphaGo Zero在开始运行时,是需要成熟员输入人类制定的围棋规则。 AlphaGo Zero依然依赖于人类设定的规则,而这其实是人类最为强大的知识。 AlphaGo Zero的进展,的确是人工智能领域伟大的进展。 但这种伟大并不应该让人类自残行贿,反而是衬托住人类的伟大,因为人类可以自主的进化,拥有发现规则,制定规则,使用规则,判断规则价值使之有利于冗群的进化。 这四点钟,AlphaGo Zero只做三种的一小部分。 从宏观上说,AI离人类的距离,如同人类与上帝的距离一样,彻底战胜AlphaGo Zero的方法有很多。 最简单的方法是,保围棋的胜负规则,定为谁占的空多,谁输。 如果没有成熟员帮助AlphaGo调整,它会永远输下去。 除非一次闪电导致的Dog,就像在机器猫故事里,要机器猫最早活过来的那种闪电。 如同我们在论文人工智能智商评测与智能等级中探讨的那样。 关于AlphaGo是否具备创新创造性问题,我们认为它依然是依托人工支持的大数据训练形成的策略模型。 同时在比赛中结合比赛对手的落点数据,根据其内部的运算规则, 来不断形成自己的落点数据。 这些落点数据,最终形成比赛数据集合。 AlphaGo根据为其规则与对手的比赛数据,集合进行计算和比较,判断数赢。 整个过程完全在人类设定的规则下运行,无法体现其自身的创造性。 如图四所示,即使AlphaGo形成的落点数据,集合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,也不能说明AlphaGo具备了独立的创新创造功能。 例如,我们用计算机程序实现下述过程,从一万到一百万的自然数中随机选取两个数进行相乘,记录相乘结果。 重复此过程361次,即使得出的自然数集合很大,并且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,我们也不能认定该计算机程序,具有创新创造性。 如果AlphaGo在没有人类协助更改程序的情况下,能够自动理解比赛规则跟任意变化,并主动更改内部设置,自动改变自己的训练模型,用于施展比赛,战胜对手。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,我们才可能认为AlphaGo具备创新型。 但从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看,AlphaGo还完全无法实现这一点。 即使在很远的未来,也很难实现,正如一位专家的那样,更优秀的AlphaGo也是人类更优秀的一把刀。 如果说AlphaGo战胜了人类,倒不如是这个公式的成立。 程序员家AlphaGo顶期为其选手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